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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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跳空缺口 就目前台股的强力支撑 如果来了 非买不可 不一定会来 因为今天你所看到台积电 有收缴止跌现象 你今天所看到大盘 当然有机会是假跌破 上礼拜的低点 接下来会往上拉抬 所以这个 不管是大盘的强力支撑 或是台积电的中线支撑 我认为 其实低点都不会太多 所以这礼拜 在量能不够的情况之下 本来就是个股表现 量能不够 整理盘怎么操作 还是要遵循清老师 几乎每天所告诉你的 我的一个超盘心法 凡市场逢低承接 盘下来逢低买 成本比较低 风险跟着降低 我的一个超盘节奏 向来是如此 你说是不是 这一档利基 当时候136的卖点 为什么要卖 量价不对称 卖股票有原因跟理由 所以11月29号卖在136 卖完之后呢 达到110 差了26块钱 12月12号 上礼拜二 准备好 我给你预告 不然我那三个字 随便讲讲的嘛 所以差了26块钱的利基 你要准备好 你要stand by 我就会通知你进场 上礼拜五打到107 不杀低可低接 亲爱的观众 这句话 够不够明确 上礼拜五的利基 来到107.5 你如果136没有卖的107不要杀低 你如果136有跟我卖的107可以低接 当天我接回在110 时间交易跟你对过了 不可能买最低107.5 接回在110 礼拜二 昨天 115再买 会员有新来后到 所以上礼拜五 来不及上车的 没关系 昨天礼拜二 再给你一次机会 115再买 时间交易跟你对过了 当时在114.5 买点加码点 就是为了让新救援员再度的上车 因为看涨 就不要手软 就不要迟疑太多了 所以昨天立即115还在买 买完之后 急拉涨停 122 漂亮不漂亮 我常跟你讲嘛 赚涨停板要靠实力 我是立即昨天涨停板 才告诉你可以买 邀请呐喊吗 不是 这个位置 上礼拜五的107.5 我就已经明白告诉你嘛 不杀低 可以低接啊 是不是 昨天竟然还有 算是粉丝或是观众啦 在我的LINE 留言说 我真的有买立即吗 还在怀疑我的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同名 这昨天 有没有 你们看到 昨天的 他在我LINEA留言的 真的吗 或假的 买4968的立即 还是涨停 都是你的 对于这位 观众 你的留言 我不晓得 你是存在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难道是因为 看到我们赚涨停了 眼红酸葡萄吗 如果你是这样一个心态 那就请你转台 就请你退出我的LINEA群组 不要浪费彼此的一个时间 也不要浪费我们 研究团队 辛苦所带给会员的绩效 以及呈现在电视观众朋友的 真实的一个操作 建老师 对时对价 我敢拿出会员的抗讯 来告诉你 我们立即买在110 而且当天的节目 就如此的告诉你 不杀低可以低阶 哪一个字 是肺炎 哪一个字是胡说八道 秦老师的诚信实在的风格 不容许任何人来抹灭 你可以批评我的讲法 你不喜欢 你可以批评我的操作绩效 你不满意 但是不可以抹灭我 所以对立即的一个架构 上礼拜五 李游柔卖点136 差了26块钱 那可不可以低阶吗 我问你啊 我买在110啊 我卖在136啊 高档会卖嘛 低档 可不可以做成接 是不是 成接完之后 昨天 吉拉涨停122 三个交易日 12块钱 超过10%嘛 建立即来到124 大盘压回155点 立即基本面架构 让它今天产生相对的抗跌性 买股票 有原因 有理由 选股的一个逻辑方向 价值型投资 什么是价值型投资 未来没有成长性的股票 我不会带会员买啊 我也是几乎 每天耳庭面面告诉你啊 我的选股方向 我所带给会员的标的 不是基础股 我不敢带他们买 这是承诺 这是原则 这一档上品 一样赚超过股本的 11月28号295 回档八天止跌 要会上车 隔天29号 294再给你一次机会 两次的买点295啊 冲高12月9号350 卖 两阶段六七块钱 这个过程 怎么进的怎么出的 有没有跟你对时对价 就是因为高档有卖 赚了67块钱的一个利基 更正下上品啊 股价差了59块钱啊 好便宜哦 因为基本面没有改变 所以291有没有结尾 322有没有卖 第三趟 31块钱吗 是不是 291到322不是31块钱吗 三趟累计报酬率将近100块钱 大盘近期再整理 我知道啊 这两个礼拜整理的过程 操作难度当然升高啊 没有量就不太容易有价嘛 不可能全面的一个各大类股 大价一起涨嘛 所以呢 最近你的心中的问题 疑难乍症应该会比较多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跟上 近期的一个操作 上品322有没有带你卖 上礼拜四的卖点啊 昨天我315啊 就赶快做结尾啊 我怕没有低点 我怕没有低点可以上车 因为之前有一两档股票 我都卖太快 那后面还有一大段 所以呢 根据这样一个过去的经验 我认为一档股票 反正高档322有卖嘛 差了7块钱 315接回啊 至少有价差出来嘛 基本面依然很强啊 所以322的卖点 以及315的接回位置 全程的跟你对价 昨天收323 今天上品来到332 大盘跌啊 那股票就应该要跌嘛 股票跌或许你觉得很正常 那股票不跌呢 你不觉得很健康吗 健康的原因里有 在它的基本面 在它的量价筹码形态 依然是多方结构 就像今天的钢铁股 我认为还具有长相 我在礼拜一 已经跟你分享过钢铁肋骨 我的看法 经过五个月的底部 而且出量表态 这要多方形态 没有长完 到今天为止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钢铁肋骨 应该还没有长完 你看一下对岸的宝钢 国内的中钢 两大龙头公司 告诉你 钢架要上去了 需求出来了 所以钢铁肋骨 经过这么一大段的修正 经过五个多月的时间整理 我认为往上的几率 应该比往下的几率 要多很多 这是看法 所以你看一下这档星光钢 它的钢板钢金 用在太阳能光电板 也用在风电水下工程的钢金 所以它可以说是钢铁类股 也可以说是绿能的盖领股票 五个月 对不对 这底部 经过一大段的修正 五个月的时间整理 筹码很干净 洗得很漂亮 所以12月13号的星光钢 39.15 整理末端进场 来到12.4还有高点 12月16号大盘跌205点 它创破段新高 强不强 所以上礼拜三 又大涨6%波段高 礼拜四又大涨6.7% 继续的走高 这礼拜一小跌而已 投信跟着我 后面连买七天 有没有领先法轮部局 陈老师 某大券商 法轮部操盘市主管出身 我很了解法轮的动态 以及选股方向 所以我买完钢铁股之后 投信跟着后面连买七天 所以上礼拜小跌 今天小涨 今天大盘跌155点 他能小涨 表现有没有可均可点 所以对于今天大盘的 一个压回修正 如果你手中的股票 基本面量价筹码形态 是非常的一级棒 股价又出现绝对的抗跌性 不要先卖 该涨的 该给你波段的机会 需要帮忙的地方 自己靠过来 还不想要如何操作的 欢迎加入青蛙斯赖伊 小组stock178 或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 曾伟 欢迎回到价值型投资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生计股的一个大家 上礼拜一 撑得很漂亮 当天大盘数呢 压回95点了 这张股票上礼拜一的动作 164 164买完之后 礼拜三亮灯 礼拜四涨了8.5% 两天18% 礼拜五八涨 181我就卖了 五天落袋 17块钱 怎么进了怎么出的 很清楚 是不是 所以带进有没有带出 应该不用我多加赘述 那181的卖点 以及礼拜一的开高 我有告诉你马上做接回 追回的动作吗 没有 卖在181 184 你还有更高的位置可以卖 不卖会掉下来 礼拜二呢 掉到169 我昨天如果大疆接回 我会赚钱 但为什么昨天大疆 我没有接回 亲爱的观众 我讲两个原因 一个是最近因为大陆的解封的问题 让一些生计股过热 你看一下上下左右的节目 大家都在谈论生计 好像不讲生计股 对不起自己嘛 短线明显过热 我常告诉你嘛 人多的地方 不要去凑人的脑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昨天大陆官方公布 新冠肺炎呢 它要降级管制 可能以后变成 类似流行性感冒的病毒来管理 那如果变成 类似流行性的感冒的病毒 管理的情况之下 你在家休息就可以了嘛 是不是 所以这对这些 制药类股 我认为需求会慢慢的减繁 所以这是两个原因 昨天的大疆 我不接回的原因跟理由嘛 所以呢 今天大疆呢 不是又再度的压回 来到171吗 所以整个一个大疆 我还是没有出手啊 该给你的看法 总是喜欢跟你讲在前面 你当然会印证在后面 如果创造出18% 17块钱大疆利润 上礼拜的操作 已经讲解得很清楚 昨天拉高尾盘 不接的原因 也跟你讲解得很清楚啊 今天不是掉下来的吗 所以各国的操作 如何掌握绝佳的买点跟卖点 太重要了 这样子不仅会带会买股票 更会带会卖股票 这一档预创 上次这一段20% 12月1号47.4 有没有卖 够不够清楚 有没有跟你对价 47.4的卖点 到上个礼拜五 38.15啊 4日头变3日头 差了20% 不杀低可以低接 是我当天给你一个建议 跟利基一样啊 对 如果你高点没有卖的 38.15不杀低嘛 如果预创高点47.4有卖的 38.15当然可以低接嘛 够不肯定 我没有再跟你模拟两可啊 所以对预创 今天拉高啊 42.2再卖一趟 今天为什么要卖 今天28号礼拜三 你看到预创的利多消息 详细内容你自己看 我介绍股票 品质的保证 不是基地股股 我不会待会买啊 所以我买建的标的 常常会有利多消息 健报帮你抬轿 但是你要在利多消息 还没有健报以前 先买好吗 这样不太好 是不是 所以今天有预创的利多 我会去追吗 上礼拜我就告诉你 不杀低可以低接了嘛 今天预创有利多 卖 卖在42.2来对价 10.08分的预创 12.2附近卖 08分就在12.3 你继续看 那个时间价位 你跟着挂单的 保证一定成交 保证一定成交啊 你不跟着卖的 尾盘掉到平盘 11.05吧 我又卖对了 你说是不是 所以该给你的一个 操盘节奏性 逢低成接 逢高卖 我永远不会改变 这样的一个操盘节奏 高票 要怎么做 真贏 大涨追吗 好像不是嘛 因为大涨去追 你知道你一个操作的 一个失败几率 一定很高嘛 那相对来讲呢 大跌 相对低当买 你认为 像是给你一个胜率 有没有很高 如果帮你创造 获利陈述效果 不是嘴 讲讲的 拿出实际的行动 拿出费能抗讯 怎么买的 怎么卖的 全程跟你对时对价 同志 196的卖点 压回 143的买点 差了53块钱嘛 12月2号 冲高 最高 165 我卖160 如果这样的卖点 你不能接受 那你可以另行高明 是不是 160卖完之后 连三黑 你敢买吗 我160 有卖149 我就敢带你接 反市场 是不是 149可以逢低接 然后12月15号 159再卖一趟 两次的卖点 有没有跟你对时对价 有还是没有 是虚荒一招吗 该赚利润赚到 该避开风险避开嘛 是不是 然后这两趟 都获利下车嘛 那159卖完之后呢 上礼拜来到134 差了25块钱的 一个价差 不杀低 KT接 一样 直求对决 没有模拟两可的空间 所以整个一个同志呢 上礼拜 5来到134 不杀低可以低接啊 那今天的一个同志呢 最低杀到135.5 感觉不强 黑鸡棒 把昨天红黑棒吞噬掉了 卖了吗 卖了吗 你如果是会员 你就是到 卖还是不卖 所以对于 现在的一个盘势 感觉不是很强 因为大盘这礼拜没有量 很多股票 你看到我高点卖 晋级再回档修正 你是会员高档有卖的 每天都有会员来问我 可以接吗 可以买回了吗 包括这档 建机电动车的概念股票 三趟如果创造67%的利润 记得吗 三次的卖点 62.5 60.8 以及11月21号的59.7 有没有跟你对时对价 保证都一定卖得掉 像是电商所秀的抗讯 跟会员收到的抗讯 那个时间价位 一模一样 而且保证买得到 保证也卖得掉 所以创造出67%的一个利润 接下来 建机今天打到44.35 有没有卖 你觉得有没有差很多 不要每次 都想看节目 跟着后面买 跟着后面卖 你就可以大赚一波 赢头小利 或许你可以赚得到 但是 你如果经常抓过招比 得到的恐怕不是赢头小利 搞不好还是一个重伤害 所以盘中的资讯 一定有价值 绝对有价值 59.7的卖点 三趟67% 你看到了吗 就是因为高点有卖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 建机可以接回 有吗 电动窗 电动车的干领股票 建机今天剩44.35 我再找一个适当的机会 这个机会 如果买点浮现 我当然会出手 台胜科的一个架构 我来看一下 整个台胜科之前的动作 回顾一下 很精彩 当时候他回档修正 他不是长 第二只脚买点 130 这第一只脚 上去之后回档 130 观众朋友还记得吗 隔天更低 126 跌破130 我持续看好 这就是清老师的解盘风格 对 直球对决 正面迎战 没有闪躲的空间 126持续看好 结果隔天亮灯 来到139 这位置谁会看好台胜科 跌破130 隔天马上亮灯 转掌听板 要靠实力 转波段 更要有专业的实力 所以整个台胜科 上去回档 黑鸡棒 137 我说会上 12月28号 上去再回档 139 我说还会再上 有没有上 11月9号 我卖在156吗 我卖完之后 它还有更高的位置 对啊 你应该认为我卖错了吗 我承认啊 我没有卖最高啊 最高点 现在不是我卖的 但是掌握 完整的波段 那才是小问啊 我卖在156的啊 第二只脚的买点嘛 上去卖啊 冲高不理他 现在来到136 理由的卖点 差了20块钱 我在找一个适当的时机点 准备做切入 这是我给你预告 所以对于这档华情 看清楚 连三黑 134不杀低 支撑接近了 上礼拜我来到132 这位置都在支撑 要会低接 拉高140.5 前两天 量能不够啊 我说要补量 才会再攻 所以今天的华情 还是没有量 没有量回测很正常 今天来到134.5的华情 我依然看好 对未来强势主流卖动 你还不晓得如果操作了 欢迎加入龙家军的行列 从明天开始 我们一起来对死对价 把节目时间交完给 三位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也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在所推荐分析的 个比有价证券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请供参考 可算应该独立探断 可算评估 并且是致富的投资负献 对于操作顺利 我们下回 价值性投资 对值对价 欢迎持续验证 支持庆隆老师 请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加入LINE 让您看到也能赚到